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亲衣 2018年代冬天对于苹果公司而言可谓是寒冷了 这部除了大幅蒸发的市值 前阵子苹果iPhone X还被爆出升级iOS 12系统后爆炸的丑闻 更优胜者就连苹果公司一向引力为傲的安全性能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近日根据外媒的Werge报道 PWM2R黑客大会上 由安全研究人员余思作和阿玛特卡玛组成的团队 Fluar R-State发现了iPhone X的一项漏洞 让你的iPhone删除的照片重新出现 黑客团队Fluar R-State成功迫起了一台运行iOS 12.1系统的iPhone X 可以恢复iPhone X上最近被删除的照片或者文件 并在竞赛当中展示了相关的demo 不过他们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做法 只是表示问题出现在iPhone的Safari浏览器 这个漏洞已经反馈给苹果 但是在苹果推出新单本系统更新之前 这个漏洞仍然可以被利用 此外Fluar R-State团队还表示 这次的漏洞出现在JIT编译器中 他们通过恶意WiFi破解了JIT编译器 除了iPhone Galaxy S9和小米6也重招搂 不过据了解该漏洞被反馈给苹果公司后 苹果公司给予了Fluar R-State5万美元的奖励 不知道同样出现问题的小米和三星两家公司是什么反应呢 明明是已经被删除的照片 却还可以被恢复 这对于用户隐私而言绝对是不小的麻烦 相信很多喜爱自拍的妹子们 在得知该消息之后一定不淡定了 欢迎最近Tristin 好吃好玩有趣都逼得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的没时间见识了 快上车 我们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